欢迎收看今天的九九点新闻最前线 我是陈可荣 首先是政治头条 今天驻美代表金普聪首度到立法院 报告台美关系 一开始他显得有些紧张 虽然国民党立委抢着登记发言 出了放水题 问欧巴马的夫人叫什么名字 却被民进党立委批评护航 磨刀霍霍地准备出题刁难 让金普聪特别戴上了眼镜来硬考 但后来金普聪忍不住说 不要把国会殿堂变成了百万小学堂 还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金普聪不好意思跟加油团比比手势 放心啦 晕头转向只有一开始 如果人家讲了一句话你不中听 你搞不好也在美国告人家 不会的 我的角色主义是非常彻底 在台湾等于是那种杀无色的那种 到美国就是放软的那个人 别人我杀过谁了请教一下 你这样子回答我不是很满意啊 抱歉你不满意我也没办法 顶回去的时候金普聪比平常更用力 为时笑容 但可能是笑得太久太累了 金普聪渐渐失去耐心 这里 你不用讲全面 我可以讲全面 但是委员在我回答之前 我觉得看照片啊 那种百万小学堂 把博会殿堂 变成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 没有意思 你这样考 第一个他们长相都变了 委员您认错那个 您要不要拿出来一下 我的时间有限啊 老花眼镜戴了拔拔了带 走来走去认相片 早知道立委会出考题 金普聪抓住立委小辫子 启示凌人定要反将一军 短暂下的背询台 金普聪还跟外交部次长急长 椅子刻意转半圈 看看谁是下一个 争取三个礼拜准备期 金普聪姿态白出来 欢迎来挑战 TVBS新闻李国正 陈慧如台北报道